健康无分年纪 健康不论贫富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精灵一点 健康未住场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收看港台电视31 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 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 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 很快来到4月8日星期一的时间 今天节目主持有叶韵怡和侯均祥医生 侯医生 你好 你好,Vivienne 今天我们头一小时 谈谈脱法的问题 到底是否到了人生某一个阶段 或者年纪大的时候 才会出现脱法呢 这个我们稍后要慢慢跟大家讲一下 到两点钟至两点半钟的时候 就有卫生署的健康资讯站 今天的主题就是讲一下 蔬果其实对身体肯定是有益的 那怎样令到小朋友可以多吃一些蔬果 为他们生活增添色彩呢 不过我相信我的好拍档 侯均祥医生 应该每天都吃够份量 甚至乎多吃很多的蔬果 我就很喜欢吃蔬菜蔬果那些 特别越新鲜的东西 其实对身体特别有益的 还有就是什么颜色都要吃 是的,因为你有不同的营养 一会请来卫生署的高级营养师 跟我一起讲解一下 两点半到三点的时候 有放射系列 今天讲一下放射设施 多少个 到底你有多少接触放射设施呢 会不会有时做检查的时候 都接触过呢 一会请专家跟我们讲一讲的 事不宜迟,现在我们直播室里面 有两位的皮肤科专科医生 一位就是侯均祥医生 来自亚洲医疗专家学院 也是皮肤科专科医生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皮肤科专科医生 黎逸乔医生在这里 Hello黎医生,你好 你好 各位好 我先跟侯医生讲讲先 今天这个脱法 是不是真的去到某个年纪 或者某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出现呢 但是有时我们说 有些不公平的 男士去到某个阶段 有些人就会问 你想有头发 但是有肚腩 还是没有头发 但是就有肚腩 但是在侯均祥医生身上 就出现了这个 很不寻常的例子 就是他的头发又相当多龙蜜 然后身材又非常合适 又没有肚腩 为什么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我只是见仁见智的 角度看不到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人的形象来讲 最影响到的话 第一件事 除了你的身形之外 肚腩 或者角色各样的身形 其实最影响到我们的外表 就是我们的头发 我们头发很多时候 长头发我们只是女士 有一个短头发的 我们会想到是一个男士 所以影响那个人的形象 头发是很重要的 是呀 看上去 不单纯 如果风满一点头发的时候 感觉好像年轻一点 是呀 感觉会是这样的 还有不单纯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脱发 其实跟我们男士的 另一个可能我们的最痛位 脱发可能其中一个最痛位 男士的最痛位 就是那个洪峰的问题 其实都可能在治疗里面 我们要考虑的 稍后我们可能会讨论一下 好了 我们要问一下黎益喬医生 我们整个头发的生长阶段 我们从初头开始讲起了 到底呢 很多时候BB出生就好像没什么头发 当然有些BB子出生 都头发很浓密的 那究竟头发的生长阶段 的历程是怎样的呢 其实在我们头皮上面 每一条头发都有自己一个生长的过程 那个毛囊里面会不断 有条头发有个生长期一路生出来 接着就去到若干年之后 那条头发就会去到一个叫衰落期 直至去一个叫休止期 最后它就会掉落了 这个过程是不断不断地发生的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每天都会脱头发 其实脱了之后 其实也都只要 我们头皮上面是不断有头发出 那也不是太担心的 其实有一件事 我觉得是很迷惑的 似乎人类才会脱头发的 动物的 你看到狮子不会有斑肚 有脚脱了 或者它有M字额 M字额就少见 但譬如我有养狗仔 它们都会有脱毛的情况 其实毛发毛发 它都是好像我们头发的一部分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动物有时的毛是换发 就是它换了头发出来 然后它又会生出来 就跟我们人类那些不同 我们人类那些脱发是一个病 是不会逆转的 黎医生怎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是否真的呢 当然原来暴雨类动物 我们全部都有毛发的 那我们人类来说 就脱发很多的成因 很多时候 侯医生刚才说过 有时是关于我们身体 很多遗传因素 荷尔蒙因素 加上有很多免疫系统的因素在里面 就令到我们人类 都会容易脱头发 当然什么的因素 导致哪一类脱头发呢 它有不同的表征的 作为皮肤的医生 我们都要看看病人是怎样脱发 最紧要找到这个脱发就有办法 是的 没错 刚才说到 可能真的年纪大 或者生长周期开始慢下来 我这样去理解 脱了头发之后 不会那么快生回 但现在呢 我觉得都市人的压力很大 近十年八载 我见到可能有些人很年轻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男士就会出现这个托发 有些不同的情况 就是刚才侯医生说 M字压 就是压角两边向上升 那银行存款向上升就好了 另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地中海 那其实这两种的脱发 是出现了什么的状况 才会呈现了这两个状况出来的呢 很多时候刚才你说的情况 比如M字压 压高 去到中间的顶会脱 我们都叫做一些红性脱发的现象 那红性脱发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是一个男孩 或者女孩都有的 其实身体里面有一个叫做高丸激素 这个荷尔蒙会转化为我们一种叫DHT的一种荷尔蒙 它怎样转化呢 是靠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 叫做5Alpha Reductase 叫做5Alpha的 还原酶 这种东西 它只要这个高丸激素 是转去这个叫DHT 这个荷尔蒙 而DHT很容易就会影响到我们头发的毛浪 令它脱发了 其实我们脱发很多时候就是 一个市民他看到自己一群头发脱了出来 那我想是一个挺惊论的一个状态 而且有时脱头发有时可能不是漸漸的 可能是暴发式的 黎医生 其实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脱头发一般是和我们身体的讯号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 很多时就是身体出现了毛病 例如说他那阪病人压力很大 香港都是人 又或者一场大病 可以将所有头发推去脱发的周期 又或者本身的病人 本身有些长期病患 例如甲状腺 甲状腺高了低了 又或者那阪铁质不够 产后的妇女流失了很多铁质 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令到病人突然之间脱发的 当然刚才也说了 很多时是关于我们免疫系统的问题 有一类病人是一种叫做自体免疫的病 他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 会攻打自己头发上的毛囊 而令他脱头发的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看看 那个病人是属于哪一类脱头发 但是如果你这么说黎医生 如果有自身免疫系统病的朋友 有时他吃药的时候 就可以控制好病情 即是说如果控制好自身免疫系统的病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控制好 可能脱头发不会脱得那么夸张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说 因为很多时自体免疫的病 例如红斑狼瘡这类病 都是要靠很多药物 而压抑身体免疫系统的 所以脱头发的成因其实太多了 究竟每个病人是不是 哪一类脱头发呢 他是本身遗传因素 荷尔蒙 还是本身体里面有病呢 都要靠医生问诊 加上有时甚至乎要做一些测试 例如抽血炎一下 身体荷尔蒙情况 甲状腺 有没有免疫系统指数过高 来去断症才行 大后医生 就是这么说 我们女性长头发的时候 我觉得感受脱发那件事 更加震撼的 每天起床的时候 搏一搏枕头的时候 一扎这样 或者在那个去水格那里 撿到一堆头发 到底我们怎样去量化这件事 大概50条100条出来的时候 有时真的很吓人 是不是这样 在枕头上去水格 这样说 其实每天我们叫做 脱50至100条 都所谓叫做正常 不过其实脱这个数量 其实我们都不是太担心 只要你的头发 可以出那么多条就可以了 就是花钱不要紧 最重要是找得回来就算是这样 是 我想无论如何都好 其实我们一个病人 如果他真的脱头发的话 我想真的都会有很多的担心 担心可能有令到他的压力 他的情绪 会受到影响 在我们的皮肤科的临床上面 一般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究竟你怎样去处理脱头发的病人 OK 首先我们刚才说要先问证 就是看看脱头发是否突然之间脱的 还是其实已经长年累月了 或者家族有脱头发的病例了 那当然问完证之后 我们会最紧要就是看那个头皮的情况 那有没有头皮发炎 或者头皮有没有红有没有脱皮 那也都脱头发的分布 是不是好像刚才主持人说是M字压的 是顶部会稀疏的 还是有些好像鬼看头 就是一个一个圈在头皮上面 那也都很重要的就是 看看那些头皮是否健康 我们看不看到那些毛浪还是否存在 因为有一类病人 刚才说有免疫系统 疾病的病人 自己攻打自己的毛浪 你可以看到那些毛浪已经不见了 是有一些好像变成疤痕的了 那头皮 那没有了毛浪 而也有疤痕 可能真的出不回头发 坏死了了 没错没错 不能打开它 如果已经去到那个阶段 就有时真的出不回 所以第一样东西 好看是什么的表征 是哪个pattern 要去分辨哪一类的脱发 而去给予有效的治疗 是 但是如果去做这个分类的时候 因为有时是不单止一个问题 可能他真的有自身免疫系统病 也夹杂着其他的问题 先引致这个脱发 这些复杂的结构性的东西 是不是通常都很多时候 会出现在病人身上 当然了 这个世界可以几样东西同时发生 譬如说病人本身有个遗传的 红性脱发 也都同时间他最近有压力很大 有埋鬼剃头 几样东西同时发生都一定可以的 所以真的要逐样去拆解 我想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出现脱发 在我自己的临床诊症里面 通常都是全家人一起看的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看看 你的头发有没有事 又看看你的头皮有没有事 其实脱发有没有所谓的先兆呢 其实我们经常都听病人说 我爸爸又有 我妈妈那边又有 或者我哥哥又有 那些家族事 没错 因为很多时候 刚才我说 譬如说红性脱发为例 DHT会影响到头皮 很多时候就是有遗传的因素 那些病人是特别对DHT敏感的 不是说这个男性病人 他很多荷尔蒙 很多高院激素 不是说量的问题 而反而就是你的身体本身 对那些高院激素的DHT 變成DHT敏感的 而敏感的这件事就好看遗传因素 那如果有遗传因素 当然有机会整个家族事的人 都有机会是有红色脱发的现象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刚才黎医生说的 那个受体和那个 荷尔蒙的水平 其实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 那个反应在那个受体那里 荷尔蒙可能是正常的 但是那个受体的 那个特别敏感 就是你按一个钟 可能它会响一下 但是那个有受体 特别敏感的话 你按一钟它会响一大一下 那变成那个反应就会大 因而就引起这个脱发的情况 明白 刚才说了很多一些真是内在因素 或者它有某些的疾病 甚至乎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荷尔蒙的问题 那另外 外在一些的因素 例如 譬如你看到我头发的颜色 那些染发 那些情况 会不会都引致 会产生了脱发这个问题出现的 漂染文化 那些茯尼籽那些 就个个都真是 真是例行公事 当然 如果真是伤到头皮的 令到头皮发炎的 真是有时候会影响 无法生长的 我们见到比较多 就是有时候我们叫traction 即是它拉扯到头发 譬如有些是 腐尼指一直发 夹发 真的有力的 没错 拔到头发 伤害毛囊 真是有机会 有个叫 我们叫traction alopecia 即是会脱得 拉到之后会更多些 脱出来这样 是的 我记得那时候有些人说 譬如我们女性艺人 很多时候她们拍剧 下很多美法产品 可以这样说 而且要抓到头很实 就有某程度拉扯 才可以扎着头 你清朝人 把头都拉到后面 快点把头发 那去看 香港来说 会不会真的女性脱发的数字 可能特定是同一个年纪 是高于男性的呢 我们都见到很多女性脱发 女性脱发的表征有点不同 因为通常男士就开始 M字压先压高 女性脱发一开始 就会跟她说 是个顶顶 已经开始稀疏先的了 那就越来越薄 很容易看到头皮 那我们真的 也有女士更加好事 可能会注重个男士 一开始有这个头顶 会车疏了 那两条都在那里 非常之紧张 当然 因为其实在我们看一个 又回到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讨论了Vivian 就是关于一个头发 是影响一个人的形象 因为其实在头发来说 某程度上 是一个女性来说 是她的性别的特征 她们觉得要长发飘飘 长发飘飘 你才会像一个女士 所以如果脱发的话 对她的伤害可能更大 好了 侯医生和黎医生 两位这么专业的皮肤科医生 我在这里 我就用我的头牵出来 大家在镜头上 看到我这种 隆密程度的头顶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 有个指标 看上去 是不是要轻轻不要动 都看到头皮位置的时候 就叫做欺缩呢 譬如我现在这种 大家 close up看看 那这种是不是都叫做 还 都不需要太担心呢 还好的 还好的 你好像有点尴尬 这样说 很多时候那些病人 会跟我们说 她会掃一掃 她就已经很容易脱掉了 因为有一种 叫做休止期脱发 那些病人 那些病人 那些头发 在头皮里面 很容易 就会去到一个 所有 差不多去脱落 休止期的阶段 那她就很容易 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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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那些 这样上 就对于我们平时看的头发 脱头发的人来说 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就是不用那么担心 不用那么担心 那些人真的 一撥头发 就整个手都是 又或者 你在一个社交距离来说 其实你看到那个界线 不单止看到那个界线的分别 而是已经看到那个发育 又或者她遮不可遮的 尤其是 如果女士她影响发线的话 我想她真的会哭了 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她发线 她在后移的时候 她真的遮不了 你怎么也遮不了 是直接你想找些刘海 我们叫做剪一些阴音 遮住 你会发觉越来越遮不了 因为越来越薄 你根本不可能在旁边 再把头发向前梳 这个感觉是很差的 我们有一句 就是网上有一句很刻薄的 但我想就很贴折的 就是地方包围不到中央 这句 先抄下 地方包围不到中央 中央包围着地方 但我也很想问一下黎医生 在临床上 见到病人来到求诊的时候 我这样掃一掃都脱头发 一他们是多担心自己 因为脱发 其实是一个病征 出现身体有些问题 还是仪容 是担心状况高一点的 两者 两样都有 当然第一件事 就是仪容先 因为始终 刚才侯医生都说 女士好男士好 其实没有头发 是很重要的 经我们解释之后 他也会明白 会不会身体里面 也有其他毛病 或者有些免疫系统 荷尔蒙的因素影响 我们要慢慢去拆解才行 我会觉得 都是做一个好像偵探 因为在问诊过程里面 真的要问得很仔细 还有可能做病人那个 去看医生之前 都是不是要做好一些的记录 因为你突然间问 你何时开始想想很久 就是这样 是不是来到 如果想把详细的病况 告诉给医生知道的时候 都要做一些筆记 才去见医生 会好些呢 黎医生 都对的 例如说记录 那些头发不是脱了多久 是不是突然之间 以前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最近身体里有什么毛病 最近有没有大事发生 病得很紧要 又或者你说量 家里人有没有脱头发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东西可以问诊 好像一个心理偵探 要不要知道他生活上面 或者个人上面 或者健康方面 发生了什么问题 是的 这个都要详细去问 但是好了 接着下来 我们会自己去观察 究竟那件事进展是怎样 有些情况下 是不是他会自动地 停止了脱法 因为离开了那些 可能压力有因 或者停了某些药物 是不是都 这个都是看回那个状况 也都说得很对 很多时候 例如刚才说的优子期脱发 那些免疫系统 压力那些 甚至乎 刚才说鬼看头 斑托 都有机会 自己的身体免疫系统 自己会调节 而会出一些头发 所以又不用去到这么绝望 当然 每一类头发的病 我们都有药物可以帮到手 明白 稍后下半部分 我们就会一起讲一下 关于治疗方向方面 最重要 像刚才侯医生说 看到我们真的脱头发的时候 找办法 找回专方医生 去看看整件事的进程是怎样 我们的主持 来自亚洲医疗专家学院 皮肤科医生 不知会不会引致脱发 三千烦恼师 为什么真的这么多烦恼 有又烦恼 没有又烦恼 黎医生 怎样帮这些病人 很多时候 头皮也要注意健康 毛浪也要注意健康 头发也要注意健康 其实头皮健康 对我们整个整体都很重要 头皮影响到发炎 有机会影响头发生涨 头发生涨 很多原因都会令他脱发 所以其实要注重头皮健康 也要注意健康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有很多現金治疗方法 我很开心黎医生 带了一个 其实我们处理头发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考虑做头皮健康 其实坊间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些误区 我先讲一个误区 黎医生你可以讲一个 很多时候我们讲洗髮症 洗髮水 其实应该用来洗什么呢 你意思是洗头皮 就不是洗头发 没错了 明白 所以清洁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是的 我也想追问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遇到 这个情况是 有些人会觉得 洗头发 那个头发的 那个洗髮水 应该是洗头发 不要摄到头皮的 有人这样说的 洗头皮 又要用另外一些 专系洗头皮的东西 究竟用不用分得这么仔细的呢 其实我又觉得 只要用一些适合的 温和的 没有刺激性的 刺激头皮的洗髮水 其实都足够了 当然 就不是说 洗头发的 是很重要的 有时我们也有见 一些病人 有over 即是他会洗几次头 譬如说一滴油脂都洗完 又或者有些 不管的 几天都洗才洗一次头 又或者戴帽子 定性 又很骯髒 可能所有这些东西 就是过多又不行 过少又不行 总之要清洁头皮 要適量才行 是 刚刚你说的一个 也是我想想问的问题 刚才我们的麦后 都在这里说过 就是现在很多人 年轻人 每个人都洗脱头吗 今天假装一点 我就先戴帽子 而且如果有些工作需要的人 经常要戴头盔 不是我们保障自己 那种说话上的戴头盔 而真的在工作上 要駕駛电单车的戴头盔的时候 经常压着 或者天气很热的时候 会出汗 不停地传入 这两个情况 戴帽子戴头盔的时候 会否引致头发出现脱发的 有没有戴帽脱发 这件事 是 我估计可能 因为它有被迫着头皮 有时它又出了油 骚髒 它不清洁 亦都有估计 我估计有机会 可能会不会影响到头皮的血液循环呢 因为我们知道 原来头发要生长 头皮的血液循环都很重要 有种药水 其实它就是增加头皮的血液循环的 我们都用了很多年 所谓的生发水 可能会帮助我们多出头发 即不是塗一些白蘭地 我想你小时候 应该没听过这件事 我们小时候 听过要塗那些 走下去 刺激它 你有没有听过临床上有病人跟你说 医生啊 其实我已经查了一段时间的白蘭地 但都不生头发 有没有人还用这些方法 当然 随随随随随什么方法 病人都跟我说 白蘭地又有 姜又有 或者 其实现在很多洗头水 说有些刺激性成分 刺激头皮 这样 这样说 你说真是很足够的数据 證实这些 比如洗发水 或者这些用的刺激头皮 就不是这么多的 亦都你说 洗发水 其实接触头皮这么短时间 是不是一定会 帮生长头发呢 那也都未必 所以如果真是治疗脱发 侯医生 我想应该是否都是从药物方面 就是轻轻试了 会不会有些口服药 或者 就是塗下去的 外塗那些药物 这样先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来说 治疗脱发 其实我们都 行之后是有些药物的 但是我想更加多的 医生 我稍后讲一下药物方面 更加多的 我们看到很多方家里面 是很多这方面的 我们叫做 一些头发的保健品 而这些保健品 是声称时的有效 也是提供了很多 歪曲了我们 一些正确的治疗 其实 不单只可能是无效 我想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无效 但是更加大问题 就是耽误了病情 令到病情没有及时的医治 再差了 是的 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医疗的进程 如果确诊到 那个朋友 可能刚才说了 很多不同成因的脱发 我们针对着去做 一般来说 是否处方一些口服药物 给他试一试 看看会不会可以 生出头发 好 那我们首先讲 譬如说最常见的 雄性脱发 那就是 因为刚才说了 雄性脱发 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身体里面的 膏软激素 变了DHT 而会影响毛浪 令他生不了头发 所以其实 恒之以后 用了这么多年 有一个药 我们叫Fenasteride 基本上就是抑制 膏软激素 去变成DHT 如果是少了DHT 的话 它影响到 少了那么多DHT 它影响到毛浪的机会 就小了很多 而就帮到他 不要再甩头发 甚至有机会 他甩上头发 当然 有外用茶的药 可以刚才来来带过 叫做Minoxidil 这种药水 就有机会 可以增加头皮的血液循环 亦都是对女性脱发 或者男性脱发 有机会有帮助的 虽然坊间有很多药 但是真的有证据的治疗 其实就不是太多 其实我们面对脱发 其实是 可能我们的数字 可能我们估计 可能没有那么少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 班督刚才黎医生 你也说过 有机会可能自己 可能自己的病毒 改善了就会痊愈 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来看 另外一个最常见的 一个脱发的问题 就是班督 班督我们一般 是怎么医的呢 林常常 班督就是鬼剃头 俗称 一个好像垃圾头 在头皮上面 这边 葛成恩就是 刚才都略略带过 就是自己身体免疫系统 攻打自己头皮上面的毛囊 令它脱发 所以其实我们的 最传统的治疗方法 我们会用一些雷固唇 雷固唇 通常用一些外用的雷固唇 塗到那个班督 那个鬼剃头的位置 又或者我们会打針 就是将雷固唇的药水 直接注射进去头皮 皮层 没有头发出的位置 令它不要再自己打自己 战场要禁止它 也有一类药物 是我们叫做 Contact Sensitization 就是说我们塗一些 有刺激性的药物 落去班督的位置 就令到改变了那个免疫系统 令到希望那里会出头发 那当然这堆这样的治疗 都是属于一些传统上用的治疗 其实近年 已经越来越多的药物去医疗班督 例如有一只新的 我们叫做Jack Inhibitor 那这些药物 希望可以帮到病人 就有一些新的疗法 新的希望治疗班督 那这个是抑制剂 那它的运作上 是怎样可以帮到有班督的朋友呢 因为班督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很多时候就是要一些 一个细胞 如果外面有些讯号 要进入到细胞里面 才可以的 这些讯号的传送 我们可以用一只 叫Jack Inhibitor的药 去抑制了这个讯号的传送 就是不好的讯号 没错 那些不好的讯号 就进不了我们的细胞 就不会产生一系列的发炎反应 亦都可以阻折到那个位置的脱法 那臨床上的应用 看到的成效是否也好呢 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用这些新药 真是见到比起传统的药物 很多时候那个成效真的会比较好的 因为譬如刚才说 你说用类固醇药 打针或者查 那我们都有病人是会有帮助 但是始终 譬如说用类固醇的药 你去摆在头皮那一部分 都有机会令头皮变薄 或者会有些 好像微思血管 又会扩张走出来 就是说传统的药物 都有机会有自己相对的副作用 当然新这些药 他亦都有自己一堆的 我们要考虑他有没有副作用 他的安全性都要看着 所以如果真的想用这些药 都一定要征诚医生的建议 因为背后要看很多东西去平衡 看可不可以用得到 但是另外一件事 侯医生我想我们都要为男士 或者他身边的家庭成员去问一问 因为有人说如果用这些 即是口服药的话 有些副作用是令至男士 会不举的 那这个说法是怎样的呢 刚才说的那一只 我们抑制DHT 那一只 那一只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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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究竟性功能是重要的 还是头发影响外观形象是重要的呢 其实头发也很重要的 那即是可能在病人的意向 和他用药的反应 每一次都可能和医生谈 会不会有得的调整 那件事像你所说 两样都重要 两样都要平衡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那个的选择方面 我想是病人要知道 可能是会有这些副作用 但另一方面 也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风险 那就不是个人都会发生的 是 那譬如用药那方面 整个的治疗过程 大致上可能用不同的药物 不同的时效会不同 但一般来说 譬如一些 我们可能用刚才说的抑制剂 它是会用半年 三个月还是一年 就会看到一些成效 或者就要先暂停 看看整个整体的反应 黎医生 很多时候都因人而异 因为刚才说了 例如斑徒 其实它本身都有机会 自己会逆转 自己身体免疫系统 调节了之后 都可以有机会出头发 那变成了好看 那个病人本身的免疫系统 那我们作为医生 也都会一路密切观察着病人 譬如说我们开了一个月药 那它会回来再复诊 看看情况 那我们一路跟进去看着 究竟病人是需要吃多久的药 也都中间要帮他 可能要做一些血液的化验 看着有没有其他副作用 至于你说 刚才譬如说其他一些 红性脱发的药 那些可能真的要吃长时间 要把握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那些病人可能都会问 皮肤科医生 究竟有些什么食物 可以令到我生起头发 应该不会介绍 那些好像我们传统的中国人 吃一些手烏 发菜 芝麻糊 有没有这样的食物 或者有没有人问这些问题 我想 譬如我们是中国传统智慧 很多时候吃很多 脱发和身体的营养是有关的 譬如说我们见到很多时候 那些男生和女生 有时减肥减得很厉害 一短时间瘦了很多磅 折食得很厉害 其实头发都会幼 稀疏甚至脱发 所以其实营养是很厉害的 所以其实营养是很厉害的 但是当然 会不会有很多磅 做什么研究 做哪一种特别的食物有关 可能这些研究 也未有这些数据出来了 我们回到班徒 我想 那个口服的Jack的抑制剂来说 其实他在他使用方面 我们有什么要小心 譬如在用的时候 会不会日常生活 有特别留意一些东西 因为Jack Inhibitor 他有机会 当然他有一种新药 也有他的作用 但是他有机会的副作用 就是几样东西 有些病人跟我们说 比较常见 他说会吃完有机会作呕 有些病人吃完之后 会生暗瘡 也有机会 他吃完之后 如果真是一些高风险的病人 什么叫高风险病人 例如本身有三高病人 他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有机会 会有些失血管的可能性 所以鑑于有那么多 有机会出生 发生的严重副作 所以要医生处方是很重要的 而且就算病人一直吃着期间 都要医生很严谨的覆诊 还有要做很多血液测试 那这样才可以确保 他有效之外 也都会避免这堆不良的反应发生 所以在整个用药的过程 我们都说要密切监察 如果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些不舒服的话 就一定要告诉医生 要不然医生不是24小时跟着你的 不知道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状况 但是我也想请教一下黎医生 另一个状况就是 有些可能男士已经去到 哎 没办法了 有些原因底下 就已经脱掉了 那些头发 就是光头 有些人就说 光头连洗头水都不用用了 头皮也不需要护理 那这样 那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 不对的说法 那其实如果真的没有了 头发的朋友 是不是不需要用洗头水 和不需要做头皮护理的呢 那当然不是的 我当是有些 红性脱发已经去到很尾的阶段了 真的可能剩下旁边 好少少 其实头皮是完全没有保护的 因为平时我们的头发 其实是保护着我们的头皮 例如受外界的所有紫外光 很多东西侵杂 那这样 也都会 头皮都会出油的 都会脏的 所以都要 保护头皮 例如要 清洁 例如防曬 都要很重要 如果他真的完全 一条头发都没有了 完全保护了 所以这方面都要小心 如果是一个市民 比如他平时的话 他应该如何去留意自己 有没有脱发 真的要找一个医生 做好这个 就是预防 不要让他脱发出现 因为我们刚才 譬如说 红兔先算 红性脱发先算 它都有一个阶段性的 最初就会有额膏 先M字额 跟着慢慢才会 头顶会稀疏 所以 我们可以留意着 如果真的 一开始留意自己额膏 或者开始有M字额 或者女性的话 可以看到个顶顶 已经开始稀疏 可能已经要开始要想 要寻求那些专业的协助 用药 而防止它继续恶化下去 当然你说斑刀鬼剃头 就是另外一件事 很多时候见到 头皮里有一个小孔 那就真的要找医生帮助 即是来说 如果一般日常清洁方面 做足 也不要做得过拢 因为刚才你说 有些病人来跟你说的时候 可能他想着干净些 洗头水都下三四次 可能令皮脂全消失的时候 也未必是一个好的状况 即日常清洁护理那方面 要做好 另一方面 我留意到很多病人 他一脱头发 他不敢洗头 因为他越洗越脱 越洗越脱 其实你会怎样 跟这些病人说呢 我会跟他说 基本头皮护理都需要 当然 不要过度刺激头皮 用的洗头水都是温和洗头水 不要拒绝 拉斜得这么紧要 当然 用药方面要同时间进行 明白 所以很多方面去配合 如果真的有这个脱法的问题 你发觉也挺影响到自己 日常生活移用和情绪的话 就快点找回专科医生去帮大家 还有日常生活里面 营养要足够 休息要充足 不要让自己太大压力 我想你也会 今天多谢猴军祥医生 和黎逸乔医生 谢谢两位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 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视像重温 请继续收听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精灵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